我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是防疫视同作战 但是我们对于上战场的战士 一定要给他武器 那就是打疫苗 我们的领理长的确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台中市我们累积到现在为止 从疫情升高以来 我们被居家检疫的民众高达70645人 70645人 这么庞大被居家检疫的人数 不单是医护人员 警销人员 我们的领理长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也的确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我们唯有保护好我们前线 第一线的防疫战士 才能够战胜疫情 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人民 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是台中市的防疫指挥官 我做的决策 我会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个也跟大家报告 面对这么艰困的疫情 台中市积极整备 所以对于本市一万三千名的领长名册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今天已经送给中央 我们也感谢中央CDC 给我们的指导和体谅 最后不管是中央地方各界人士 不管您是谁 感谢您对台中市疫情的关心 指导和帮忙 谢谢大家 在有关于台中市这一部分 那最清楚的还是说 不管是领长或是这样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他们的地方的一个工作的分配 那要很清楚 是要实际从事可能接触 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者的第一线的人员危险 不是纯粹只有一个基本的身份别了 这个部分 它里面我们是写后来我们例如警察等等的 那警察也不是说全部都打 警察行政人员就没有 在接触的第一线就被我们列在第二类 那我想 李厅长等等也是一样 厅长也是一样 就是有实际 在从事可能接触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者 的第一线的人员 在这个所谓的第二类 等于第二 属于在第二 第四个分项里面的 要是有接触 的第一线的人员 那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造册的时候 也要去考虑 考虑到这个资源的分配 要避免排挤75岁以上的长者 接种疫苗